接下来这一段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分享 我们做了很多外部的分享 但是我们也谈到非常多创新思维 那大家常常讲到说创新思维的时候 可能会有很多限制 regulation可能是大家最头痛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有这么好的idea 可是你可能要concern的东西 比这个benefit还要多 但是其实很棒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的一个人 我们的政府里面有一个很棒的人 在帮我们想怎么样有一个数位的未来 是一个数位的愿景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荣幸地 请到我们的唐凤唐政伟委员 他为我们分享Power of Innovation 那我们就把现场交给唐政伟 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 其实我的演讲一向都没有固定的简报 所以请大家把手机拿起来 很多已经拿起来正在照相 请大家照完相之后 运用你的手机里面的浏览器的这个功能 连到slido.com 就是我们现在在简报里面 这边投影出来这样子 那你连到slido.com之后呢 他会要你输入一个code 我示范一下 你就输入0126 好 就是今天的日期 那输入之后你就会到一个 类似聊天室这样的地方 那这个聊天室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是匿名的 因为我们通常在这种大场 如果要举手发问的话 大部分问到的都是一些很有礼貌的问题 但是这样就不好玩了 所以我们就是用一个匿名的方式 那反正大家都在滑手机 也没有人知道是你问的 所以呢 就是你到了slido.com 输入0126之后呢 就可以匿名地问我任何问题 或者是有任何想要分享的心得都可以 我们看到有两位朋友已经说嗨了 那如果呢你看到别人问的问题 是你也想要问的 你就在右边按一个赞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你就不需要重复的输入嗨 这样子你看像这边就已经 嗨已经多了一个赞了 已经两个赞了 OK 再说还在继续的冲高当中 对 那这个的目的就是说 因为毕竟就是麦克风一直都在我手上 那但是我觉得Innovation的想法 我们叫做Crowd Intelligence 就是大家在台下的每一个人 其实知识中的这个想法 知识中的思想 这些东西都 我可不可以站到舞台中央 那这样后一点好像要跟着我动 等我一下 我们试试看 这个就是我们在公共行政上叫做议程设定权 agenda setting power 就是大家都可以对这个format本身 来进行讨论 收音我们待会再加上去就好了 所以底下的已经趁乱告白的趁乱告白了 这个有声快败的有声快败的 跟湘米来打酱油的打酱油了 那就是这样还不错的这个状况 那我每次处理完一个 我就会把它这样highlight起来 那highlight起来之后呢 我就会把它archive起来 archive起来之后就表示这个诉求已经达成了 这样子 好没有关系 这个你要接 的话接这边 好 这个感觉出来大家都对这个系统是非常的快 就已经上手了 还不错 这样当然有办法专心听讲 大家都不用担心 因为其实理论上35分才开始 所以现在才刚开始 那我演讲的时间据说是到25分 那所以这中间我就是看大家想要我讲什么 我大概就会一直切换回来 那当然第一次是这边讲的是这个power of innovation 那power of innovation我刚好在前两天在就是就是我请了假 然后去民主进步党的终止会 然后跟他们主席就是我们总统 报告我们在新军院里面目前做social innovation的一些进展 那所以我想说总统那时候说他从头看到我就是对这张简报最有感 那所以我想说我就从这张简报开始 然后稍微跟大家聊一下说我前几天报告的一些theme 那我会很快速改过大概10到15分钟 那但是在这个中间大家随时想问什么 或者是跟这个简报完全没有关系也可以 或者是我工作里面的各个其他的项目 像我刚看到便利贴就觉得非常高兴 大家桌上都有便利贴 像我们PITES的共识营 就是我们在行政院数位政委的这个办公室 我们包含我们的核心价值 包含我们核心价值所做到的各个的工作 像我现在要讲的社会创新就是在这个价值之下的这样子一个工作 然后去提升社企的人制度跟民间社群协作等等 有这样子一个road map 那但是除此之外还有非常非常多别的工作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我工作的任何一个部分想要问 不一定跟社会创新有关系的话 也都非常欢迎在slido上面随时提出来 好 那看起来大家稍微冷静了一点点了 好 OK 所以我们就先来讲一下这个 这张图他本来想要讲的是 除了很可爱的购楼之外 讲的是社会公益跟企业的获利 社会公益跟企业获利其实在台湾 尤其是在台湾 大家都是觉得说都需要兼顾啊 发展产业跟发展工益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们从政策制定者 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就不是这样 我们在做很多政策的时候 其实感觉上这两边就是在拔河 在最近的很多例子 我就不特别讲什么例子 里面从政府的角度 就会受到两边各种各样的压力 可是这个绳子就是政府在中间是这个绳子 又不能断掉 断掉的话就连共同体都没有了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是在中间好像不断地被拉扯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鼓励社会创新 或者是甚至社会创新找到一个商业模式 像刚刚几位同学很可能都可以找到商业模式 事实上已经试算出来了 为什么会鼓励他们找到商业模式呢 就是因为这样子做成的 我们现在叫做社会企业的这样一个概念 它就可以翻转那种零和的思维 就好像是说在现有的社会环境里面 这两个就一定这边赚一点 这边就赔一点 但是当一个新的创新出现的时候 它就可以说 我做这件事情 我同时是有企业的商业模式 有营运的这个力量 但是我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也解决了承招的问题 我也解决了养殖漁业的人口老化的问题 我也解决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所以它不是赚了非常多钱之后再去捐 虽然那样子我们也很喜欢 但是还是说从一开始 就是在做商业工作的同时 就解决社会问题 那有一个明确的社会使命 运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推动的 所谓的社会企业 所以这个中间是一个连结 社企是一个把社会力量跟企业力量 连结在一起的概念 它不是说某一些企业好像就变成社会化的 或者某一些NGO就一定要找营运模式 它不是两边是彼此的形容词 它是两个名词 就是社会力量跟企业力量 然后试着把它连结在一起 在台湾就是这样子的连结 其实已经有非常久的历史 那这三家都是二十年以上 它们从一开始成立的时候 不管是用合作社的形态 不管是用NPO的形态 或者是用公司的形态 它们一开始就是要做社会使命 而且也都做得相当的成功相当的大 所以可以说社会企业在台湾 它们是已经有相当久的历史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新 而且比较潮的一个DEMO的一个case 叫做天赋城市 天赋城市它们最近在一个叫做 泽泽的募资平台上面募资 那个募资平台就是以设计感很强著名的一个 这个募资平台 所以就是像这个犀牛 它们就是请喜爱而去画的这样子一个VI 那它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说是用这种社会设计的概念 去把接卖者 接卖者就是大家可能有遇过 就是在路上会跟你说先生小姐行行好啊 要不要买口香糖啊 或不要买卫生纸啊等等这些朋友们 那这些朋友们呢 其实就是有三个主要的痛点吧 一个就是所谓的资讯不平等 因为大家在走过的时候 其实不是很容易知道他们的故事 或者他们的商业模式 他们也绝对不会用PowerPoint 跟你讲他的这个商业模式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后面呢就会有一些疑虑 然后有一些不信任 那另外就是说形象不是很亲民 就是说他跟你的互动其实是很有限的 但如果只是说先生小姐行行好的话 其实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经过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更加的认识他 那第三个呢 就是他的这个business plan 本身的状况 就是不管他的骨枪肠原好 衛生纸也好 并没有很特殊 而且比起旁边便利商店 也没有卖得更便宜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非常难去retain 这样子的customer 那好在就是台湾有很多社会企业 他们就是在这几个痛点 分别去进行工作 那点点山就是发起这个群目的 它比较像是一个媒合者的角色 去把这些不同的社会企业 把它结合在一起 像有一些就是专门做生活照顾的职能训练 让它看起来比较professional 然后互动的方式可以比较多 像有一些专门做辅具的 它就是把那个接卖的轮椅 改装成很漂亮的一个 很符合人体工学的电动车 那它在上面还有一个LCD 液晶荧幕可以去把sponsor的广告去做轮播 讯息推播 而且下雨的时候 那个液晶荧幕还可以折起来 就变成顶棚 然后另外就是说 做公平贸易的城市 比较像说像台北市 它就会觉得说 那在上面有一些公平贸易的一些 就是咖啡或者一些别的产品可以贩售 又或者说这个城市 它目前好像有一些WiFi的热点等等 都可以用这个 其实有就是电池的 很大的电池的这个电动车来完成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在群幕上面 大家并不只是是sponsor这个计划 但是它还像许愿池一样的使用 就好像是说我捐了一点钱嘛 所以我就好像可以是一个stakeholder 然后就有人提议说 不是只是WiFi分享吗 然后比如说我手机没电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坐下来点一杯咖啡 它跟我聊天的同时 我手机就用它的电池充电 然后手机就有电了 又或者是下雨的时候 它就可以给我爱行伞等等 那这些许愿池也都相当不错 就是等于是一开始的early adopter 它自己去参与设计这样子的功能 虽然本来只要募80万 那但是一下子就募到了100多万 那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用一个商业模式 来解决社会问题这件事情 去年就是联合光月季工程 跟新展银行做过一个民调 在台湾随便找一个人 路上找五个人 大概有四个人左右 会说这真是一个好主意 我愿意甚至一家购买 我甚至愿意投资 大家都觉得真是太棒了 但是呢 一旦问到说 你讲不讲得出一家社会企业 他的这个英语模式是什么呢 五个人里面就是不到一个人讲得出来 就是说这个有个成语 叫做不明觉力 就是说我虽然不是很明白 但是我觉得很厉害 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状况 因为其实社会界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我们是希望大家经过这个能够更了解一些很specific的社会使命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在台北空总 就是在建国化室旁边 现在叫做空总文化实验室 我们在建国化室的另外一端 开了一个叫做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Social Innovation Lab 它就是专门做Social Innovation的一个地方 那院长在开幕的时候呢 是期许说我们这边算是一个直营的旗舰点 可是它并不是像以前一样很top down 就是政府去设定说它一定要做什么 相反的我们就是把这个空间做起来 然后我们开了五场的协调会议 大概上百家全台湾的设计都来 然后呢我们就在那个 当时看起来还像废墟的地方 一起去做这个空间的设计 完全是反映需求的 所以有人说要有厨房就有厨房 有人说要有咖啡厅就有咖啡厅 有人说要不能营业到五六点就打烊 很多活动要办到半夜十一点 我们就早上七点开到半夜十一点 有人说家里也要开家里就有开 然后这是也是许愿池嘛 然后呢也有一些设计说他们希望说 这个政府各个部会 这个中间没有横向联系嘛 希望有政委坐在这边 能够帮助这些社会创新的人 当他们的mentor 那我就有种回到业界的感觉 但是好在就是我一开始 在劳固协商的时候 当时跟林全院长 就已经原用人事总出了一个函 说任何公务员他的工作 只要跟网路沟通有关 他就不受工作地点跟时间的限制 只要他的老板答应就好 所以我就引用了这个 几乎没有公务员用过的这个条文 然后我就说我每个礼拜三都不在行政院 我就是直接在公众这边上班 这就是我的office hour 所以在这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时间表 这是真正的office hour 就不用预约 然后直接就可以来 所以我每个礼拜三就是在那里 然后任何做social innovation的朋友 不管他是做impact investing 影响力投资或者是做一些国际连结 做联合国有序发展做倡议等等 反正就来就死了 他只要愿意跟我的谈话被公开公布在网路上 那就可以直接聊天 那因为这个太热门了 所以我本来是早上10点到下午2点 现在最近都已经变成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 所以就离拜三一整天12个小时就在那边 那为什么我的司机不会抗议呢 因为我的宿舍就在旁边 就是走路大概10分钟不到 所以其实离拜三他就放假 我就走路上班 走路下班 那这件事情呢 当然这个不是只是服务在台北的朋友 其实我们看到台湾各个地方 都有不同的social innovation 因为每个地方的社会问题都不一样 所以说呢 我们以前常常政策就是在台北 或者是有钱搭高铁的人 就可以参与政策设定 其他人就没有办法 那我们现在想要翻转这个状况 所以我现在的做法就是说 我固定每双周二 我就会到行政院的四个不同的联合服务中心 东部 南部 云家 跟中部 我去那边呢 我就一个人去 去了之后呢 我跟在地的社会创新的人坐下来探 或者他们有些case study 好像他法律要厘清等等 我就实际去他们那里 但是我去的时候呢 我是带着直播的设备去的 所以说每一次的每双周二 就十几个部会 十二个部会的朋友 大概二三十人 他们就是在空总 就是在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他们在那个大的会议间 我们就把一面墙弄一个很大的投影机 他们透过这一面墙就看到花莲 看到台中 看到不同的地方 我们从那个地方 也是二三十家不同的设计 那他们在那边 就可以用一个远端背询的这个概念 实际去问这些部会问题 那因为十几个部会都在 所以球是不可能漏结 然后又因为有主字稿 全部都我们叫暗字管考 就是每一个字都管考 那这个情况下就是说 任何时候两个礼拜之内 他们这些接到球的人 就一定要具体的回复 然后这个又变成下一场 又变成下一场的 这样定时定点的一个政策 讨论的这个依据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蛮好就是说 对很多部会来讲 他并不是不想帮忙 他是不想被不当的克责 就是说他一个人来 但是他要担任旁边 四五个不同部会的责任 这个就没有人愿意 那这个是所谓的 coordinated action 就是说我们把所有人都找到 每个人都愿意做一点点 这样子的情况下很快的 创新就得以发生 所以其实并不是政府很想打大家的路 而是之前就是这些石头 是要所有人在一起 才能够一起搬走 那我们就是一直去营造出 让大家都可以在一起的 这样子一个过程 好 这是我的简报的一小段 然后呢我刚刚答应 大概十五分钟左右要回来 所以我们来看看 有没有一些这个 比较有意思的题目 有一位不会承认他是Jeffrey的朋友 有八位朋友都 都不承认他是Jeffrey 有六位朋友说有神快拜 这个我就当做没有看到他 有四位朋友说 竟然不是机器人来太难得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其实这种有实质互动的地方 就是大家会问问题 然后我可以实际看 大家有半小时以上的时间 我们可以分享 这种时候我通常都是会自己来 我为什么会拍机器人或者预录呢 就是因为相为一个政务委员 有非常多的那种要我讲五分钟话 然后就把我赶走的那种场合 就是致辞啊 剪彩啊这种东西 那我觉得说他非常的浪费时间 就是说我花五分钟在那边剪彩致辞 但我在交通上面我就花了可能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我的做法从录个开始就是一个叫做批次处理 就是说每一个要邀请我开幕致辞 然后但是没有实施互动的地方 我就每个礼拜六从早上大概录到中午 我就录下一个礼拜我全部的致辞 然后录完之后呢 脸书不是设定时间贴文吗 我就设计一下把它贴出来 然后呢大家就这个愿意的时候 就把它播放出去 那这个是所谓的批次处理的概念 好 那有个朋友问我说 我会不会把马尾 好 我会把马尾 谢谢 但是今天没有 好 那但是就是说 大家偶然在国际场合可能看我开机器人 这个是有一个道理的 是因为除了我自己不是很喜欢时差之外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 我现在不管是私人行程 去任何地方 外交部都要我就是fill in 就是这个到底有什么外交意义 我每天见到哪些人 然后到底什么之类的 但是非常非常麻烦的这个文书作业 那所以对一般的民间的邀约 最简单的就是派机器人 那另外呢当然就是有一些国际场合 我以官方身份就不是很容易进去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尽量挑那些 像在社会创新界 因为联合国现在在做永续发展 所以这些场合 他们就不但只要官员 而且会要大的NGO 会要像这样子 这样子的大公司 private sector 大家都可以 三个部门都可以进去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请 第二部门或者第三部门的朋友 帮我进去 然后他就拿出 突然拿出一个iPad 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走来走去 那这个东西 其实已经发生过很多次 那本来在联合国 或者其他国际会议的规则里面 就没有禁止来的人放影片 虽然这个影片是两秒钟之前录的 也没有这个禁止他们录影 那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完全合乎规则的 我这样已经做过相当多次了 有位朋友 五位朋友 问说这个理想中的数位政府是怎么样 它会如何影响实体的政府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而且我也可以有一个 本来就已经有的简报 在说这件事情 叫做如何推动数位国家 那这个是我们DG Plus 2025的这个Plan 我在入阁的时候 其实这个Plan已经写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主要的贡献就是写这张封面 这张封面的这个特性是这样子 就是说DG Plus这个Plan 跟之前的Nizi 移台湾的这些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说我们政府觉得说 我们就是不要挡大家的路就好 我们不要去再去想象说 我们会比民间私部门的朋友 更懂产业创新 或者比民间第三部门 就是公民社会 或社会企业的朋友 更懂这个社会创新 我们没有这样子的 就是Illusion 没有这样子的妄想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把政府的角度 界定在什么呢 就是帮这些正在解决社会问题的人 解决他们的问题 帮这些正在创新的人 解决他们的问题 而不是说我们自己要跳到第一线去说 创新一定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做 所以DIGI的这四个字 它加起来当然就是数位嘛 DIGI 这是四个字 第一个是台湾 其实因为台湾的地理的样子 就是是一个小岛 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去把 不管是宽品 不管是4G的普及率 不管是偏乡的教育啊 资源啊 数位机会啊 这些东西做到非常好 所以很多的国家会说 那我们要怎么样 弥补数位落差 然后要怎么样 但是对我们来讲 其实就是 覆盖率本来就已经到97 98% 那剩下的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我们就用特别预算把它补上就是了 我们可以说 只要想要连到宽品网路的人 在台湾就都可以连得到宽品网路 那这件事情就是基盘 infrastructure 的部分 那在innovation 的部分呢 我们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 它叫做sandbox 那sandbox 大家最近可能有听说过 就是金融的sandbox 已经三度了嘛 然后接下来无人载具 就是不管入海空这种无人载具的sandbox 我们即将也要送到立法院 那在这两个sandbox 如果都顺利通过之后 那接下来就会有一个一般性的 general purpose sandbox 也会送到立法院 那sandbox是怎么样一种概念呢 它的概念是这样的 就是说政府 这个不是很懂创新 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法律 在制定的时候呢 并没有想到这种创新的使用方法 创新的使用方法出现的时候呢 很可能就被判成违法 判成违法呢 有的时候是拿一个判例 就是韩氏啊 就是以前这个个案违法 所以这边也被类推违法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陈美玲主委 跟院长赖医师 他的法概念就是说 以前的这个单一的韩氏 如果说是违法的 你不能扩大成通案解释 通案如果 其实法律并没有所违法 是那个通案的韩氏在所违法 这个韩氏要废止 所以他们这个每两个礼拜 就去盘点废止了多少韩氏 大概每个礼拜 都会有一百个左右的韩氏被废止 这个其实是很厉害的一个工作 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做法 但是除了这种就是 不要用解释去卡住大家之外 另外还有就是说 但是法律 真的是写说你不能这样做 像尤其是金融 它有一些准入门槛 资本额的准入门槛 各种各样的准入门槛 但是有些要做fintech創新的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 一下子达到这个门槛 又或者像说无人载具 现在有这种垂直起降的计程车 它到底要算明昂航空法 还是去算那个车辆 都不算嘛 像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被 以金融的法律所理解 所以这个时候呢 Sandbox的意思就是说 我邀请你违法 那但是呢你违法的时候 你要写一个违法的计划 就是说我在接下来 六个月要违法 或我在接下来 十二个月要违法 我具体要违反哪几个法 而且它不一定是交通部 或经管会主管的法律 它可以去指 任何其他部会的法规 面临说by the way 我还要违反这几个 那当你讲了这个 违法计划之后呢 不是被你抓起来 而是说去找这个multi-stakeholder 把所有这个计划里面 可能牵扯到的利益关系人 专家学者等等这些朋友们 找过来 然后大家一起开一个会 那开这个会的时候 就是看这个实验 它是不是有可能做到社会创新 只要有这个可能 就算可能性比较小 我们也会去批准 那批准之后呢 在接下来六个月跟十二个月里面 只要不要拿来 资助恐怖分子 跟不要拿来洗钱 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做 那没有啊 还是有很多事情 刑法这个最好不要违反 但是其他事情 只要你说要排除的都排除 那所以六个月到十二个月之后 实验如果还蛮成功的 你还可以申请去延长去扩大 那到最后实验就结束了 实验结束的时候 我们问的就不是小数的学者 或者少数的立法者的意见 我们问的就是在这个实验期间里面 所有跟这个新的科技 互动过的朋友们的意见 然后问整个社会说 这到底是一个好主意 还是一个坏主意 如果这个社会说 这是一个坏主意 我们经过六个月 就是we've had enough 这个真的是烂主意 那这样子的话 这家公司就只好收掉了 我们非常感谢投资人 帮大家付了学费 那以后大家就不会再试这个主意了 但是如果过了六个月之后 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过了十二个月之后 这是一个好主意 那这样我们就有六个月的时间 让这些的公司去募资 然后呢 让主管机关去调解 调试它的法规命令 让立法院如果需要的话 去改它的法律 然后在六个月之后呢 我们就有一种新的行业的状态 然后呢 这家公司就可以跟其他的 品习品座去竞争去合作 那所以这个概念 其实是在成文法系的国家里面 台湾应该是第一个 去全面地去应用这样子的概念 也就是说 我们接下来的立法 很多就是靠大家的创新 大家告诉我们哪些法规 值得违反 然后呢 我们用这样子实验的方式 去进行调整 那这个是innovation的部分 那我们在governance的部分 就是治理的部分 我们就引进一个概念 叫做co-creation co-creation 其实这个 大家在业界 其实非常的容易了解 就是任何时候任何人 顾客 如果有比你好的想法的话 就赶快把它吸收过来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intuitive 而且非常直觉的一个概念 不知道为什么公务机关 不是很容易倒入 但是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 叫做join的一个联署平台 就是任何人 只要凑到5000票 那他就可以让部会 或者跨部会去回复 那所以像 好比像说 去年5月1号 那大家爆水都觉得很痛苦 那所以就有一个Mac的设计师 他可能他的朋友 这个打电话去国税局 然后说 请你跟你的朋友借Windows 那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回应 所以他就很不舒服 因为用Mac的人 对使用者的体验 本来就有一定的要求 那但是这个又 这个爆水非常困难 四五个小时都爆不到 然后他就提了一个点子 他叫做 这不是提点子 根本就是抱怨 叫做爆水软体难用到爆炸 不清楚的指示 难用的街面 不知所云的油城 不知道浪费民众多少的时间 再理解这个难用的系统 又有多少客服人员 每年都要回答一样的问题 这个还是只是主文的部分 底下部分 那个负能量更是充满 所以呢 这个 我们这个概念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说 在网路上面 分享 是比看完东西容易的 所以负能量呢 是非常容易扩散 因为你看到就好像 一分田银 想把它转出去 但是呢 我们这个想法就是说 会朝的小孩 它不是有汤匙 它是马上就邀进来厨房 大家一起做汤匙 所以说 我们每个部会 都有开放政府联络人 国会联络人是说 政府在一边 然后国会在一边嘛 新闻联络人是 这边是政府 这边是媒体 那开放政府联络人 就是这边是政府 而这边是民间 就是任何提这种 爆炸性的点子的人 所以像我们财政部的PO 洛杨庆恒 当时他马上就把这个 连到我们的每个部会 都有开放政府联络人的 一个群组里面 然后我们就决定说 我们要开一个会 来处理这件事 所以他就马上 在那个论坛上面 回应说 我们现在要开会了 大家有什么好主意 赶快提出来 那这样子突然之间 在上面的这个风向 就转变了 它就从百分之 好像90是负能量 百分之10是正能量 一下子就变成 百分之20的负能量 跟百分之80的正能量 大家都一直想要 想建设性的概念 所以我们就把大家都 邀过来 然后大家拼命贴便利贴 然后是一切都是直播的 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做了一个 user journey 就是大家从受到 宣导 前置准备 选择登录方式等等 在中间使用者的需求是什么 他碰到什么问题 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然后以及 如果有做过这个 服务设计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 使用者的情绪状态 那如果这边有做 服务设计的朋友 大家可能了解说 每个touch point 理论上他每碰到 心情应该要越来越好 对不对 但因为我们现在设计的是 报税软体 这个是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 随着报税心情越来越好 这可能超出我们 服务设计师的能力 所以我们当时设计 一个比较低的标准 是你心情不要 越来越差就可以了 不要一直差太多 那当然如果这边 有朋友能够想到 报税的时候 让心情更好主意 也欢迎contributes 所以我们当时 就这样贴出来之后 我们就办了 五场的 collaborative的工作方 把所有之前在网路上面 曾经骂过保守问题 都邀进来一起cook 那一起cook之后呢 我们就今年就会上线 就是会有一个跨平台的 那本来就长得很丑 那现在就会长得比较漂亮 而且你从 对 你从手持装置 谢谢 对 然后那这整个案子的 的预算呢 事实上是负的 因为我们发现说 不要一直去免贴那个 什么Java Applet 的这些技术 其实是 就是本来的那个维护费用 是不必要的 所以我们删了 然后拿其中的一小部分 来做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其实这些骂得最凶的朋友 就是最懂的朋友 那我们用co-creation的想法 就是说那既然最懂 大家就一起来做啊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其实双方就是彼此 不是在拔河的 双方就是一起在帮忙的 那在Digi Plus裡面 最后一个point 就是inclusion inclusion这边就是 我刚刚讲的社会创新 就是我们当一个 新的技术已经出现了 我们已经研发出来之后 那它要怎么样 真的能够解决在地的 像刚刚讲到长造2.0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 就是说很多时候 那个能够解决问题的 往往是有那个local knowledge 而且呢 它能够按照实际的情况 每个礼拜每个月 都去改变它的这个 适应的计划 但是我们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我们一年只能改一次方向 而且那个budget的cycle 是两年之前就已经确定 所以其实我们解决 很多国际问题 政府太小 而解决这种地方问题 政府又太大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是说 我们退居 一样退居第二线 然后去帮助这些 解决社会问题的朋友 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 有很多 这个朋友有提出 各种问题 像有人去设立一个公司 可是这家公司 它是想要做这种公益性质的 那公司法第一条 就是公司引力为目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改了公司法第一条 你可以说 我的公司也可以有 其他的公益目的 你只要写在章程里就好 可是写在章程里面 那为什么大家要相信呢 因为我们改了公司法393条 那章程他就可以公开 那不管是投资人 不管是政府 都可以去audit去集合 或者去比对去判断 那像这样子的工作 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跟刚刚一样 是大家co-create 就是把所有的资讯透明出来 然后大家一起去做集合 而不是政府指定两三家 说你们这两三家 就是社会企业 我们没有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好 那所以大家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其他的 好 有七位朋友想要这个 我念出来一下 就是 诶 好吧 已经突然间多一票 有个SOA问说 不管互联 人工智能 下一代新科技的恨过发展 如同我在2017年 就是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提的导国的问题 台湾只占全国0.6 0.7左右的经济 如果保护主义抬头 台湾被放弃 我想问 就法律面 政府对开放海南网线 可否放得比香港宽 并且让台湾尽量成为Data Center 这个 后面这个问题非常好回答 前面这些预设非常难回答 所以我可以很负责地回答后面的 就是说 确实就是台湾设置Data Center 或者现有的两个 网机网路交换 Internet Peering Exchange 这个是长年以来 大家都觉得不够透明的一个地方 那这当然牵涉到就是 我们跟这些做交换的 这个电信商的关系 这个关系其实它不一定是 目前的这个状况 它是所谓的超稳定结构 就是说大家这个行之有年 都已经很习惯了 可是如果没有更透明的一个 一个Task Force 它让第三方的或者甚至是 就是竞争的或甚至是学界 能够进来一起看这个 Peering Exchange 它的设计方法的话 那其实从外面看起来 不管我们做的决定再好 大家还是不相信 这个其实就是刚刚讲的 透明厨房那个一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 Kennie Huang就是 就是黄生雄老师 最近才刚接了TWNIC 那他对TWNIC 就有很多想法 而这个想法 他就是用网路治理的概念 网路治理的概念 可以很简单来讲 就是说 如果没有这个利益关系人的参与 就不要帮利益关系人做决定 那一句话讲就是这样 那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好比像说 这个例子 可能不是非常好的例子 但是总之是一个例子 像 这里 这个东西叫做 Facebook上面有非常多的 这个诈骗的 专业 这些专业都是 就是卖你东西 但是它事实上 不一定在台湾 然后呢 送到家里之后 都是货到付款 货到付款之后 你可能买128G的嘴身碟 发现血入1Mega之后 它就坏掉了 那或者干脆就是一块砖头 那但是送到之后呢 他这个你想要退货 但是他这个 这个就是 快递他也没有送本来的那个 没有寄本来机简人的地址 所以就打到1.5反诈骗 然后反而诈骗就说他们不管这件事情 等等 这是一个就是长年以来 大概这两年 这个蛮大的一个问题 那但是这个问题 其实就跟之前 好比想要垃圾性泛滥的问题 或者其他的问题一样 他没有办法用中央主管机关 用单点去解决它 我们如果想要单点去解决它的话 它一定backfire 因为它的解决方法 就像当年垃圾性一样 是要让做这件事情的人 他在每一个环节都多付出一些成本 以至于到他最后无力可图 但是这件事情 它必须要综合公部门 四部门 第三部门的力量 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一直贴便利贴 我们把所有跟这个东西有关系的人都邀进来 包含公部门里面的主责跟协办 包含私部门里面它的同业工会 包含第三部门的消费者 就是所谓的资救会 那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把里面每一个部分 它黄色就是碰到的问题 绿色是建议的解决方法 然后呢 这个蓝色是事实性的资讯 然后橙色是就是大家可以做的事情 每一个人他应该要做什么 可以做什么都去进行盘点 全部盘点完之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红色的new 就是当我们都做这些事之后 事情会有所改善 但是里面还缺 好比像说Facebook 它就应该要加入台湾的五点面商业同业工会 它就应该去把他们目前的检举机制 灰勾勾的精致 然后辨识不实内容的等等的机制 直接去跟这些资救会 透过台湾这边的同业工会既有的机制 去加以沟通 那当我们能够盘点到这样子的程度的时候 我去Facebook的时候我就可以拿这张图出来 事实上我也就是这样子 跟他们VP讲说 我们大家各自都愿意负各自的责任了 你要不要也尽一点企业的社会责任 那他就会说 各种创新包含这种诈骗的创新 常常都在东亚线出现 我不确定这个是赞美 还是不是赞美 但是他就觉得说 那很好 他们就dedicate一些力气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真的就加入我这边的五点面商品同业工会 然后真的set up一个office 有一个team专门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不管是internet peer 不管是去做刚刚讲的海岚这些事情 它都不是政府自己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想 就可以做得出来 我们对每一个这样子的 就是多方利益关系人员牵涉到国际的这个题目 大概现在都是用这种叫做collaborative meeting 就是协作会议的方式去进行讨论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让它尽可能的透明 那所以如果对这个题目关注的话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有人在报名牌 那ok 今天时间有限 那可以关注我们数位通讯传播法 如果那个东西三读通过的话 那我刚刚讲的这一套多方利益关系人员的模式 会是第一次就是我们法律里面 有多方利益关系人员的模式 这几个资入法 那他就会说以后数位经济的东西 都要用这种模式 用透明的方式 让任何人他站出来说 我跟这件事有利益关系 他就可以参与政策的试定 有人问我的presentation是哪种template 我没有template 不好意思 我就是自己抓图 那我刚刚用的这个新制图 叫realtime board 那realtime board 它会出成pdf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拿来当简报 好 有17位朋友 这个想要我念出以下这一段话 蔡政府扶植台厂腰厂 有配套的品质提升政策 以及企业获利的政策吗 目前我们遇到很多的恶性的价格竞争 对于整个药业的产品品质以及利润 都不是一个好的循环 好 那我就只能念出来 对 是吧 难怪要我怎样 对 因为我完全不是主管这个的称为 这是说真的 然后 而且目前就是 关于药业的产品品质跟利润 我们每个礼拜在科技汇报 其实是非常少讨论到 他们好像有另外一个包含是生医 或者是这方面的另外一个执行中心 就是biomedical的那一个执行中心在管 那一个执行中心 我一次会议都没有去过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现在就是只能把它念出来 下次如果这个刚好碰到朋友的话 可以去了解一下 真的不好意思 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 叫做 如果你要对台湾数位发展打分数 我们位于哪里 几分 政府要如何加速发展 可举例吗 他的问题是 你觉得企业对社交媒体 是配方配什么角色 这个是非常非常作弊 在名字里面可以藏四个问题 但是看起来只问了一个问题 但是因为有十二位朋友按赞 我们还是来这个 就是非常具体的处理一下 我们的数位发展我们位于哪里 这边是Ghana 2005年的模型 我们现在很多政策讨论 都是用这个模型在做 那我们现在在的位置 就是在很多事情上面 就是从open government 开始迈向data centric government 就是差不多这个箭头 示意图在的位置 我们在很少的几个小的按键上面 也许可以做到full digital 或甚至smart 但是整个政府目前大概就是 从open到data centric 那这有什么差别呢 大家以前可能听过 所谓的电子化政府 电子化政府的意思就是说 你本来要零柜 用纸张类比式做的事情 你现在可以在网站上面去做 一个事情 你本来要跑四个不同的柜台 可以认识四个不同的朋友 但是现在你要改成上四个不同的网站 然后填一样的资料 那这个虽然时间有节省下来 但是主观感觉是比较差的 这个我没有做过study 那anyway 所以本来在讲电子化政府的时候 它就是把现有各个部会 主管的业务 变成你可以透过网路来运行 但是事实上 它并没有做很多横向的穿接 所以如果本来是四个步骤的 它还是四个步骤 只是变成四个电子化的步骤 那当时的KPI是% of service online 所以大家就是把service都放到online 它也不去统计说什么呢 就是到底有没有人去用 所以说即使它的使用者经验非常差 它只要每个都有线上的版本 它就算是验收成功 但是因为如果大家觉得很难用 像Mac用无用报纸软件 到最后你就还是去零贵做 可是这个时候它的KPI还是达成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现在很少说电子化政府这五个字 那这个是已经过去了 那我们现在在做的 其实就是从本来的这个open government 就是以透明作为主要的目标 以percent of open data 作为主要的KPI 现在开始往constituent value constituent value就是我刚刚 用服务设计的那个角度来讲的 到底对于使用的人 他有没有创造价值 有没有省他的时间 有没有降低他的风险 这样串接起来 有没有让他觉得更贴心 这是一件事 然后呢我们的创作的这个做法的发起 现在也是从non-governmental channel 就是不是政府自己发想 而是大家一起来提一些好主意 所以就叫multi-source 那我们现在的KPI就是说 我们有哪些服务 这些服务在后面 它是自动化的 也许甚至是人工智慧 它不是工人智慧 就是不是一堆公务员 或者一堆替代仪 现在也没有替代仪了 在那边去做 大家以为电脑可以自己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KPI 跟constituent value 是我们这个阶段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那这个东西就是靠 每一个不同的业务机关 发现说这些数位工具 真的可以帮我省时间 它不只是变民也变官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去把它达成 所以在全世界的角度来看 其实大家都在差不多这个位置 那台湾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我们的iteration 我们迭代的速度真的是特别快 那这个当然一部分原型 我们本来电子化政府做得很好 但是另外一方面是说 我们真的在每一个地方 包含偏乡或其他的 接取不太到的地方 就是不经济地区 现在也大概都有网络可以用 这是我们的unfair advantage 所以我们在二到三的过程里面 可以做得比其他地方快 但是我们的服务员 毕竟还是比较大 所以我们很难像单一城市的国家 像爱沙尼亚或者新加坡 它就是跳一个sector 然后马上就冲到第四步或第五步 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样做 我们是每一个部分要一起这样子做 然后那企业对social innovation 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非常好的问题 当然就是说如果这个企业 它本来就有一些社会使命 那这些社会使命 它就可以去drive 这个social innovation 就是说我企业的存在 我就是要解决什么什么问题 那这个解决什么什么问题 如果是每个员工都有这种mission 那这样子的话 innovation就很容易发生 因为innovation的发生 它就是在我们现有的技术 现有的工具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情况下 大家忽然间发现说 一种新的想法 新的工具 新的模式 它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想到这个之后 你还要想办法把这个 mission 去说服旁边的人 那这样子就很困难 那所以说我还是觉得说 大家先做一个value alignment 这样子是比较比较好的 有个朋友说一人一个赞 target少一半 非常这个有组织动员的力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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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朋友问说 有一个朋友问说 公务体系下的公文审核 要怎么样摆脱纸本盖章 这个我有第一手的经验 就是说我从我的劳固协商的三个条件之一 就是我不要在行政院的院本部工作 我只有礼拜一政务会 礼拜四院会的时候 一定要到行政院 其他时间我能不在行政院就不在行政院 然后呢等我真的贯彻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办公室二十几个人 都可以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们就在线上架了这样子一个work place 它叫做Sandstorm Sandstorm这个是很有意思 如果大家有用过Google Apps的话 这跟Google Apps很像 它里面就是有共用的试酸表 共用的聊天室 共用的看板 共用的文件等等的这些东西 那我每天醒来的时候就是看板 那看板就是我们的这个team的看板 这个看板如果大家有用过Trello的话 或者Gira啊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因为我都不接触机密 所以我们随时这个看板都可以秀出来 让大家看 所以后面说我们在办公式营啊 课程啊每个人的to do啊等等 这些都是在这上面去直接去做 以周围Sprint做完考 那用这个当作公文系统 然后以及内部聊天室等等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就可以让大家实际看到说 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联络我 我一个小时之内一定回 但是如果跑公文 因为我人不在院里 公文放在我的桌上 然后可能过两天我才会院里看到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时效上面呢就非常非常糟糕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越不在办公室上班 电子的话速度就越快 这个是真的 所以等到大概一两个月之后 大家都开始习惯这件事情 就是找逃工就是email就是了 那这种时候 我觉得这个数位改革才比较有感 因为如果就是长官自己 他就是在办公室 然后他就是每天都待到八九点 然后部署也都不太敢下班 然后那个公文来了 这个旨一放到就签 然后同时还会不断地被打断啊 等等的这种传统的 不是很好的办公室文化的情况下 那当然没有人愿意当去做 数位改革的那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从leadership开始做 就是自己率先不进办公室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是蛮重要的 有位朋友亲切自找一下 每次这个slido都会拿来当动员工具 有一位朋友问了相当长的一个题目 现今世界创新的脚步已经非常快 先不停我们在数位前往已经落后非常多 物联网人工智慧也没有跟上实际脚步 法规不松脏的情况下 我们的创新就是所谓的文献小学听说 Sanbus的方式每个idea 都要在十年六到十个月的时间上 又更落后其他发展困扯的国家 请教如何让台湾引头赶上其他国家 好 这个问题的那个预设其实是 不是很正确 所以我可能要稍微这个 就是fact check 就是试试查一下 我们在数位金融已经落后非常多 这一个 很多人他拿的唯一的一个metric 就是我们的行动支付的普及率 基本上就是拿这个去跟支付保 还是什么东西去比 但是这个metric 其实是非常misleading 因为你去跟好比像说 一些伪超泛滥 而且没有提款机的非洲国家比 他们的行动支付率更高 比中国大陆地区还要高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它这个普及率它是体现在它的上一代的技术 就是电子支付的技术 或甚至上上代的技术就是容易取得现金的程度 现金伪超的泛滥的这个控制的程度 如果这两个在之前都发展得很好 那么你要变成行动支付的时候 你就当然就是说行动支付更方便 我刷这个NFC感应的时候 如果要5秒 但是我刷夜友卡只要3秒 我为什么要用NFC感应去 要用手机去刷 我当然是用夜友卡去刷 那所以我在这个就是院内的会议 有时候会开玩笑 说我们这个要推动行动支付的普及率 最快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接下来一年不抓伪超 然后限制便利商店不可以设提款机 这样子我们行动支付率马上就破表 可是这样子有意义吗 这样子没有意义 就是说在台湾 为什么我们说社会创新很重要 就是说当技术来的时候 我们问的是 这个技术真的解决什么社会问题 它真的让社会产生出什么样的价值 而不是说某一个领导人很希望 用这样子的东西来国际上面 觉得走路有风 我觉得后面这个不是很健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 反而这种比较慢速的roll out 愿意当early adopter的人先去roll out 它roll out的时候 当然大家不要扯它后腿 但是实验失败的时候 我们也容许说 那它不要一下影响到所有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不但在Fintech 在这边这位朋友讲人工智慧 像我们现在在推的那个无人载具 无人船 无人车 无人机 这些也是一样 如果无人车 它就是有点像在街上跑的人工智慧 如果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命令下来 明天无人车全部都上高速公路 那社会就没有一个时间去彼此适应 没有时间去co-domesticate 就是彼此巡化吧 那警察就没有时间去学说 那你在慢速开的时候 他可以跟他有些互动 怎么样破他over 怎么样开他罚单 怎么样之类之类之类的情况 那整个社会 学着跟这种比较慢速的 在实验性质中的无人车 无人船相处之后 社会就会有一种新的norm 新的norm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跟它相处的一种常模 那这种常模形成之后 社会就可以来要求技术 就不是我们这些做技术的人 来要求社会去配合 那我之前在苹果六年嘛 我们的那个moto非常简单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产品 这个大家用起来不舒服 一定是我们设计师的错 绝对不是孤可的错 那所以政府也是一样 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引进新的技术 以及新的这些所谓的创新的技术 如果是社会不买单不领情 而我们要硬推 那个是政府的错 那个不是大家的错 所以我觉得这里并不是文青小缺心 这里我们的innovation的那个范围 是说每一个人他可以运用这个去做 他觉得有解决他自己的问题的东西 大概是这样子 对我刚刚也听到被碗筷掉下来 Anyway OK 所以这边我要讲的是说 每一个国家 尤其是比较所谓民主集中式 或集权的国家 他可以挑一两个方向 那这一两个方向他就发展得很好 那但是因为我自己的教育过程里面 我从来就是我六个小学三个国中 从来没有做过属下作业 我没有跟别人比较过 所以我不知道跟别人比盘运是什么感觉 那对我来讲我一直就是说 那我觉得有些我想了解的 我想贡献的 我把那些东西做好 那不会是说别人在某一刻考一百分 考多少分 我好像就莫名其妙去跟他比较到九十分一百分 那我觉得会有这样子的想象 尤其国与国之间这样想象 他在现在就是大家 整个世界都在做永续发展目标的时候 这个想象是真的比较过时的 那所以我当然很高兴看到邻近的国家 各自去try各个不同好的方面 但在台湾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让杰格创新 真的是为社会服务 那这个竟然已经有十三个赞了 那我们就说 那我只好念出来 他就说有人说一人一个赞 他可以少一半 惊叹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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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个对 好 那有一个朋友问说 这个对于新创的教育层面上面 有什么政策 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现在跟新创相关的教育政策 最大的也是最radical的一个 就是我们即将在明年上路的108课纲 就是神尔尼国教型的课纲 那这个课纲作为 就是我在加入那个之前是这个 课发会的成员 作为前课发会成员 我花大概两分钟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课纲是非常有革命性的 在之前99课纲或更早以前的课纲 他们我们做的到叫做能力取向 能力取向意思就是说 我们教小孩说 你要在既有的五个大的科目 或四个大的群科里面 去找到你适性发展的那一个科目 那种能力 然后绕着这些这个文族 理族还有什么东西的 其实我都不知道 有没有第一手经验吗 但这样子的情况 理论上好像大家要找到 这个一技之长 或者是某些专业 那在这个专业里面 要培养专业的能力 专业能力有一些评量的标准 然后呢学生的自信 往往是建立在这些能力的 这个评量标准上面 他跟其他人跟常模比起来 相对怎么样等等 是一个竞争性的这样一种教育模式 那如果老师他出的题目 真的没有什么道理 但是你还是想考一百分钟 你就是按照老师出的那个题目去回答 这样 那这个在东亚是非常主流的一个教育的思想 那但是呢我们现在在新的课方里面 我们现在叫做素养导向的教育 素养导向教育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放弃一个幻觉 就是小孩七岁进来 我们可以预测十二年之后 他十八岁的时候 世界有哪些学能 需要哪些知识 我们觉得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测 所以我们希望说小孩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他培养的是三种素养 就是他自发 他自己随时想要学习的时候 都可以去学习 互动 就是他可以去跟他很不同的人 能够沟通 是合作协作 而不是互相竞争的关系 以及共好 共好就是找到双赢夺赢的这个能力 那这些这件事情 其实是这样子养出来的小孩 这样子教出来的小孩 他作为一个主动的学习者 他就在人工智慧的时代 比较不会丧失自信 因为如果一开始一个人他的认同 是认同在他特定的能力 特定的技能 他就是某件事情做得比别人都好 那他就是很强的工具人 那但是当人型工具出现的时候 工具人就马上被取代 因为他能做的事情 就是那一件功能性的事情 但如果我们这边是素养导向 就是小孩对自己的自尊的定义 是在他能够对社会做什么贡献 能够做到什么人生的社会使命 那么这样子的话任何部分被自动化 对他来讲他就是省一些力气 他可以继续去做跟人跟接近的部分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那在十二年国民教育阶段结束之后 到了大学我们现在也要修学位秀语法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你需要用大学的时候再去用 你可以高中 因为高中现在就会有选修了 之后就是完全用大学的方法来办高中 你可以读一年技术高中 再跑回去普通高中 你从普通高中念完去缝合高中 这些衔接都变得很容易 所以选修完之后呢 其实高中完之后就可以投入社会 但投入社会之后呢 在回来的时候 他就可以去在大学里面去选 我需要这个课程 我需要那个课程 他也不再被学系所区分 所以最后拿了毕业证书 就不是什么学士说实或博士证书 而是好像玩线上游戏一样 什么成就解锁 什么成就解锁 这样一种综合式的证书 那你可以念了两年出去 然后再回来等等 所以这整件事情就是说 人跟教育的关系 它会变成一个终身的互动的关系 然后人需要用大学的时候 才去用大学 那以上都很理想 而且刚刚我有看到有位朋友留言说 新的课刚那些旧的老师怎么办 其实我不是那么担心老师 因为我们课刚延后上路的关系 所以就是观课 共同备课 教师社群 其实都有蛮多的时间去发展 但是呢 我比较担心家长 就是说如果 我们现在大考中心 老师是什么 这些都搞定 然后以后都没有那种 死在这种教育 但是如果家长 还是把小孩看成是说 就是你知道 就是很工具性的 就是说你要 你要这个完成 我没有完成的理想 在某个我这个之前 没有学好的这个技能上面 就是要把那个技能数点满 那这样子就跟我们的教育理念 就背道而知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希望家长能够多多少少 稍微放手一点点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 因为就是有点over time 所以我就快问快答 好 国际会议这个 是不是纯粹迅运 遇到巴拉国的moderator 不是 那个所有人 包含在场的这个 中国大陆地区的朋友们 都已经知道 我们要弄这件事情 他只是讲他 该讲到他的话 所以就是说我刚才讲 这是完全合规的 之前已经发生过 非常多次了 我自己没有用来 讨论重要议题 我进来之后做的事情 就是在资安处有 做过Security Audit的 这个主机上面 加Sandstorm 那这个Sandstorm上面 不但有聊天室 不但可以去取代line 甚至还有就是 同人开发一起订便当啊 等等的这些 阿度厨房啊 什么东西 团购啊 等等的这些app 那这些app 他因为是架在一个 资安处已经认真过 而且我们请国际 那个HECON 那个hacker去打过 白帽hacker去打过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的地方 所以它就可以让 内部的开放圆马的创新 变得比较容易 我其实不会去要求 公务体系的效率 我就是示范 我做出各种各样子 可能的做法 然后从每个部会 都有开放政府联络人 他们发现每个部分 比如说Slido 在这个同时有大观 跟这个承办人在的会议 就非常好用 因为承办人 终于可以抒发起见 不然的话每次跨部会 的会议 承办人都不敢说话 那这种时候 这种创新它在公部门 就蔓延得非常快 那有些比较是大规模的 需要事先安排的创新 这个部分 在公部门里面 就需要比较多的时间适应 那我想每个的 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就是给每一个人 中间碰到问题的时候 就勇于求救 我们就来解决 那最后一个超过十票的问题 就是身处于 绳子被拉扯的位置 最无奈的是什么 那我这边想要和大家分享 这个为什么总统看来很有感 就是说 因为我们第一张简报是这样子 那我讲了一大堆社会创新之后 到最后这个简报就长这样子 就是说其实绳子 它不一定是单向的 那这是永续发展目标 那SDG时期 就是促进目标实践的伙伴关系 它就是把整绳子 变成了好几个神圈 然后这些神圈都彼此勾连 在这种情况下 你每一次出力的时候 你虽然还是对旁边的其他利益关系 有stayholder的influence 但是这个influence 它就不是零和的 不是你往一个方向 它就往别的方向 而是说不定经由这样子的过程 它的这个神圈可以越来越大 它能够cover的范围越来越多 然后大家脑里面都有这个 兼顾经济成长 社会进步 跟环境保护的目标的时候 我们在中间去找到 兼顾这些价值的创新 就可以一直出现 也就是说 当这个神圈不是一条 是线性的 而是它是多个利益关系 都这样缓缓相扣的 我们就比较有可能看到创新发生 也比较容易兼顾这些价值 谢谢大家 因为我从来没有主持过一个会议是QA跟演讲同时进行 所以首先非常非常非常谢谢唐正伟 那我有个个人有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在这样的场合 其实您刚刚很巧妙的 处理了一些问题 对但是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当您在跟工部门 其他的伙伴 讨论的时候如果有人出现这种 这种非常创新的 或是创意的问题的时候 您会怎么处理 这起码就是保持幽默感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其实Slido的这个设计它很巧妙 就是大家很认真很严肃按赞的在上面 但是底下就已经在互相告白的 就是在底下 它可以同时兼顾这个理性的成分跟感性的成分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 这个聊天它本身就有自我规制的能力 这个时候我就不需要作为主持人 不需要每一个都自己亲自来回答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 空间设计本身就是很重要 因为它就可以把大家的这个力量 能够彼此制衡彼此平衡 好我们非常谢谢唐政伟 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的邀请回答 来带来我们来一个感谢创 非常非常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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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切 感谢观看